Bly Pink先行公开PinkVinem引起了很好的翻向 之后Bly Pink通过YouTube直播 公开了第二张正规专辑的主打歌刷档 这张专辑不是数位单曲 而是正规二级专辑 包括PinkVinem在内的完整专辑 Bly Pink的第二张正规专辑 在发行当天就销售了100万张 预售量超过200万张 创下了女子组合 首次销量的新纪录 因为已经是代表Kip的女团 和世界文明的偶像 所以Bly Pink的此次回归 将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与专辑销量一起在全球排行榜上 迅速占领首位 YouTube订阅人数在全世界一人中最高 在公开PinkVinem的一天内 点击率达到了11次不同 此次正规专辑的主打曲Shutdown 在一天后的现在点击率达到了5000万次 这可以说是展现Bly Pink潜力的明确指标 在Kip市场上除了顶级偶像之外 很难达到YouTube的数千万点击 在第四代女团之间的对决中 Starship的F获得了胜利 Hype旗下ADOR LIVES的第四代组合NUGENSE 虽然展现了巨大的出道票房 但是粉丝团强大的APP 占据了排行榜的第一位 展现了作为第四代女团领头羊的面貌 对于Bly Pink来说 像吞云一万的I don't care一样 这张专辑投入了历代集的制作费 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但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目前的市场大家似乎都向着点点奔去 PIP王位是不是到了 该更新换代的时候了呢 爱到韩社 Merry姐说最先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